民進黨籍的縣長候選人劉兆豪 在親自黨團同仁及上百位支持者陪同之下 來到縣府大理堂 由劉兆豪親自抽中了2號 並且和支持者高喊口號 展現年底選舉 勢在必得的氣勢 民進黨台東縣長候選人劉兆豪走上前 親手抽出參選4號 勝利 2號 台東縣選委會19號上午在縣府大理堂 巨型縣長選舉人姓名號次抽籤 台東縣長候選人劉兆豪抽籤結果為2號 而他自己也認為2號是可以帶來勝利的幸運號碼 這個號碼會帶來給我們在過程當中 選舉都非常的順利 那我們也期待這個順利能夠帶給我們祝福 我們11月24號能夠獲得選民的肯定 部出禮堂 劉兆豪與妻子 黨團同仁以及百位支持者高喊口號 展現勢在必得的氣勢 聖長選人好 台東縣長 2號 大帥 2號 大帥 再好 大帥 再好 大帥 我們期待我們所有台東的鄉親 一起來支持劉兆豪 我們一起來支持台東 我們共同邁向11月24號的勝利 我想這場勝利不是屬於劉兆豪 這個我們縣長候選人 而是屬於我們全台東的 因著大家團結在一起 我相信台東從11月24號開始 會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台東縣長候選人劉兆豪表示 競選團隊將在20號下午3點 在南京路市民廣場舉辦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邀請台東鄉親一同共襄盛舉 記者下家會台東市報導 達到